我家怎么那么胡搅蛮缠呢 我跟你说 李中原他不在我们家住 你要去找他 你爱上哪儿找他 就是上哪儿找他去 你别在我们家闹了 你赶紧出去 我就在这儿等他 我不走 你给我出去 你干吗 你别亏我呀 你出去 你再亏我喊了啊 你喊什么呀 我让全楼的人都知道 原生干了不破脸 我跟你说 我给吴言打电话 我让保安让请你走 你打呀 我都要看看 到时候丢人的是谁 喂 妈 什么 您别着急别着急 我马上就回去 怎么了 哎 你 那韩文凭什么 来我们家闹啊 连保安都招过来了 赶紧回家 把他带走 来 二位喝点水 你们呀 都消消气灭灭火 有什么问题呢 咱慢慢解决 像你们这么吵吵闹闹的 根本不顶用 而且还伤身体 对不对 大姐 你喝水 不用了 你添麻烦了啊 没事 是 我们这儿啊 就是替业主们解决问题的地方啊 姑娘 快坐喝口水吧 你别光顾着哭啊 我哪儿喝得下去啊 我男朋友都三天没回家了 电话也打不通 就藏在他们家呢 您说我能不及吗 谁藏你男朋友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李中元他不在我们家 阿姨 你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怎么还撒谎呀 我闺蜜明明看见 你们家袁胜男 缠着我们家男朋友 您还不承认 阿姨 您今天必须让袁胜男 把李中元还给我 不然我就不走了 你们谁真的没有 有你这么讹人的吗 我们家盛楠被你冤枉死了 真是气死我 阿姨 真是 姑娘 这可怎么办呢 妈 盛楠 你总算来了 阿姨 李中元 你果真跟他在一起啊 我就知道这么些天 你们俩一直在一起鬼混呢 你别嚷嚷 你到底要干什么 阿姨 您都看见了啊 我没骗你吧 就是他们家闺律 欠我能不用还打死不承认 他们俩现在都公然 你一起出生 有完没完你 李中元 怎么也要 李中元 我不管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你告诉她 是我们家是来纠缠你吗 妈 妈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你当然吓着她了 你们俩是老相好吗 你听听她说的什么 刚才在我们家 她说的更难听呢 妈 对不起 你别喊我 我本来就摘不清呢 行了 李中元 你别解释了 赶紧把韩文带走 我不走 走走走走 今儿索其就把话 全说明白了呀 袁生达你到底想要怎么着呀 妈 别生气了 妈 我们回家 走 跟我回家 走 回家说 好了 别说了 端 sei 俺们回家 你说 你是不是在袁盛楠家呢 我去哪跟你没关系 我为什么不在家住呀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要不是你赖在我家 我至于非躲出去住吗 我赖在你家 我要饭呢 我赖在你家 李仓媛 你话别说得那么崛起 我都三天没看见你了 我都不知道 你三天过得好不好 你吃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 我满脑想的都是你 你想知道 我这三天怎么过的 我不想知道 韩德文 我在最后跟你说一次 咱们分手吧 行不行 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你别再折磨我了 我真的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我们都是成年人 爹妈把我们养大不容易 也不想看我们整天 活在痛苦之中了 是不是 再说恋爱 它本来应该是美好 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 没人说非得一战到底 现在我们俩的问题是什么呢 不合适 真的不合适 再这么下去 真的就成仇人了 你一定要看到这样的结果 你才罢休吗 李仲元 你别说了 不管你怎么对我 我都不会跟你分手 我跟定你了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我再也不会让你 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我今天可算是领教了 那韩文文太能闹了 她是一点礼都不讲 胡搅蛮缠的 你不知道 她今天来咱们家 她嚣张成什么样 什么难听话都说了 就差指的鼻子骂我了 然后我们到乌越 她一把鼻涕一把泪 哭得那个彩 好像我把她这么招了 你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妈您先喝点水 消消气 我真是 咱不能用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 把自己身体气坏了 多不值当啊 对吧 我知道不知道 可谁让她说你呢 那不就等于在我心上 捅刀子吗 我知道妈 我知道 但是您就当是 问了您女儿 别生气了 好不好 消消气 说到底啊 这件事情啊 就得怪李中原 她怎么会找 这么一个女的 那不就是害人又害己吗 盛男啊 还是少操中原的心 离她远一点 免得韩文文 又来找你的麻烦 她这种人 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啊 原先 我还盼着你和中原 能复婚 但现在看来 还是算了 她能跟韩文文凑在一起 说明她的水平 你也不咋地啊 也就是图有其表啊 其实这个还蛮蛮 盛男 我跟你说 通过这件事情 我倒觉得 王子健还不错 虽然有点娘娘腔 但是他人老实 细致 会疼人哪 这样的人啊 他不招务事 对你恶好 什么事都替你嘲笑 还能帮助你的脾气 妈觉得 您找这么一个 懂你 呵护你的男人 真的挺好的 妈也就放心了 我喝水 你这 抄 抄家呢 你护股本藏哪了 李正元 我要给你登记 我给你结婚 那你别费那金了 护股本我爸拿走了 被你爸拿走了 他拿你护股本干嘛呀 就是怕有人 强迫我结婚吗 你们家人 怎么都这样啊 太不肯领域了